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6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2022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光雕音乐会 今年是强势的回归 话题性最高的四驱场 5号的晚间是在台东县立体育场盛大的举行 更因为全台首创的热气球无人机联合展演活动 再度了刷新今年光雕音乐会的观看人数 县长饶庆林表示热气球搭配无人机共演 不仅是台东的第一次 更是全国的首次 欢迎民众要把握接下来的光雕场次的时间 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00架的无人机在空中排列出Hello台东的字样 让全场的观众发出惊奇的赞叹声 而紧接着无人机开始变换队形 排出超人气的Hello Kitty热气球的模样 更让全场为之疯狂 睽違三年热气球光雕音乐会再度重访台东县立体育场 今年由超人气的Hello Kitty球领军 并与台北熊站球、福利熊球、台东球、曙光球 以及彩虹与南瓜球共七颗热气球 为民众带来精彩的热气球光雕演出 而在演出的过程中 由300架无人机群 随着音乐从热气球后方逐渐登场 在夜空中排列出各种闪亮的图案 今天很开心就是体育场 从一早就已经满满的人潮 那我们今天的表演 看起来也没有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失望 对谢谢大家对于热气球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努力来提供更好的表演 或更好的场地 来让大家有个美好的七八月假期 而除了热气球以及无人机的表演之外 县府也找来台东好声音之一的 孙灵之王芝芝郭盈芝 为观众带来精彩的演唱 今年的有不一样吗 有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看到她 你们喜欢梯芝 今天的晚会精彩吗 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心情 很开心 很激动 很久没有这么嗨的场面 烂丸的感觉如何 非常棒 你刚刚看到什么无人机吗 Kitty 然后还有炮他 还有一百周年的火车 还有冲浪、轻轮轮轮轮轮轮 都是台东的特色 非常棒 县府交官处表示 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已经开始进入倒数阶段 而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也仅剩8月15 在陆野高台的闭幕场次 欢迎民众一定要把握机会 一起来同乐 记者陈吉林台东市报导